好,各位大家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中晚上好,又是新的一周,又是新的一周的加密货币的动态 那今天最最火热的就是PandoFi引爆全程,据说Pando上了币安 一块,一块二了对吧,三个月前,三个月前我们三个多月前吧 我们是在两毛钱的时候对吧,三毛两三毛的时候反正,现在是一块二 两毛的话就是六倍,三毛的话就是四倍 好,恭喜大家如果买入Pando的话,基本上现在是你出货的时候 因为上了币安基本上就告一段落,就目前的 目前算是告一段落,但是说实话,它现在MarketCap也就排名235 也不算是特别高,对吧,也不是特别高 你可以现在出,然后但是它跌了再买,我感觉是一块三,一块四 对吧,已经Pump到最高点是一块三吧 一块三差不多是到了极限 到后面,如果牛市来的话,那可能会变两块多,三块多,讲不清楚 总的来说Pando这一波,恭喜大家,还是赚到不少钱 就是Pando法 我有很多Pando对吧,可惜都锁在哪 好,那我们继续 那这两天最大的消息除了今天的Pando之外呢 就是昨天的那个Poly Network被黑 对吧,Poly Network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也是一个类似于桥的东西 昨天呢有黑客在Poly Network上进行了攻击 然后铸造了超过340亿美元的资产 对吧,340亿美元的资产 分别是在Matis, Echo, Polygon, Ethereum, Avalon上面 增发了这么多 那其中最夸张的是在Matis上面 对吧,增发了10万个BNB 对吧,增发了一个亿的BNB 一个亿的BNB,可100亿的Bust 还好是在Matis上面根本没有流动性 还好这些钱转不出来 这就是有很多链啊 其实很多链都没有流动性 对吧,也抛不掉,也转不出来 就是在你这个销毁这么多BNB 在以太坊上也转不出来 对吧,在以太坊上也转不出来 当然一些小的有流动性的 它已经增发出货获利 对吧,由于Polynetwork流动性不足 不少巨额资产BNB和Bust 无法跨链流出 对吧,我记得早些年间 Polynetwork就已经被黑过 很多人 很多人那个 很多人遭殃了 对吧,Polynetwork 后面好像是还钱了 对吧 沟通后返回资产了 这次又挂了 这Polynetwork也是满牛逼的 更夸张的是今天爆料 Polynetwork被攻击的根本原因 不在于它本身的技术的问题 而是又是四分之三的管理员的私钥 或被盗或被侵蚀 又是一个坚守自盗 可能对吧 同时Polynetwork花了7个小时 才对此攻击做出反应 这个是很夸张的一件事情 几个亿的340亿美金的增翻 竟然要花7个小时才有反应 什么同时攻击的在多个链上 精心策划的GP交易来利用这一点 目前没有证据 明确的证据表明是私钥被盗 可能是个RUGP Polynetwork可以RUGP 等等如果Polynetwork 确实确认攻击 与受损的签名密钥有关 那么这就会让人质疑 控制如此多资金的中心化 跨链桥的适用性 Polynetwork 之前背书也是很强的 上一轮背黑之后 6亿美金背黑之后 好像也是一个中国项目 对啊你看它的 应该是中国的项目 之前研究过的 你看它还是挺多的 Partners 几乎都有 几乎都有 还是挺多的 没想到这次又被黑了 它有bridge对吧 它有swap 它有时间摩擦 对吧 有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 反正这种项目 最后还是不要碰的 最后不要碰 少碰 好 这是Polynetwork 昨天最大的一个新闻 还有这两天最大的 就是我们的 那个NFT的暴跌 NFT的暴跌 NFT的暴跌 已经跌到很夸张的地步 跌到多夸张 我们可以看 Azuki现在已经只有6.4个仪态了 我来看刷一下 我可以看到MAYC5.2仪态 Azuki直接跌到6个仪态 前两天还在15个仪态 三分之二跌掉了 9个仪态跌掉了 这个Azuki Elementos也腰斩了 对吧 这个BAYC跌到了30个仪态 早些时期跌破了30个仪态 对吧 28个仪态 Pajig Panwing 3.75个仪态 对吧 都在底 那其中的一个锅呢 就是Azuki Azuki 他第一时间 出这个Azuki Elementos 我就在那边说了 对吧 这波项目方吃相太难看 这个操作过于过骚 对吧 搞而是大家都很反感 没想到 果然对吧 整个社区崩塌 确实有点太夸张了 确实 我这个撸这个以太 割酒菜割得太夸张了 对吧 那当然了 整个NFT市场也非常的差 这就是NFT的这个宿命 之前有很多 周围也真的有很多有钱人 对吧 都说要买什么蓝筹啊 什么的 还好我没买 要不然我也要 至少套四五十个以太 因为你买蓝筹也不会走 对吧 如果你去买BAYC 那时候什么七十个以太 七十五个以太 对吧 你买入 现在就逃了四十四十五个以太 对吧 还不定卖得出去 一般你是不太会走的 好 那这个NFT未来会何去何从呢 当然NFT肯定还有 会有新的叙事啊 有新的东西出来 那要等到下一波牛市 对吧 在熊市当中 这个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没有新的人进来 就是非常非常困难 好 那整个市场就是这么的悲惨 那还有 昨天还有一个事情 就是那个的Captain Z 对吧 Captain Z也是一个系列 我们之前也讲过 是来自于那个Jo Gag 也是很强 Mimiland 对吧 Mimiland 如果你去推特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是来自于 也是很强的一个团队 叫做什么 对 Jo Gag Jo Gag 大家就可以看到 一个香港的做事团队 对吧 他也发了很多很多的NFT 发了三个NFT 一套组合拳 之前是在整个熊市中的一把火 非常的亮 非常的亮 他有哪些呢 我们可以看到 他有The Captain Z 对吧 他有 这个Potatoes 他还有一个 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啥 Mimiland.com Mimiland.com 对吧 他有挺多的 Potatoes 对吧 之前还有个雕像 对吧 这个很少 叫Trophy 对 然后呢 他最近发了一个Captain Z 这个Trophy是 最牛逼的 第二个是Captain Z Potatoes 也是之前空投的 对吧 很像 Zookie的和猴子的组合拳玩法 最后呢 还要发D 对吧 和猴子很像 之前呢 也是走得非常不错 还要发Token Mimiland.com 就是一套组合拳 之前做事什么的 做也非常不错 对吧 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雕像 这个雕像怎么样 哇 雕像还是贵呀 50个一台 雕像 但是有没有成交量呢 不一定有成交量啊 对 哇 这个什么 0.0027个一台 不是出事情 成交量 每天一两个 每天一两个 你看这个 这个不知道被谁捡漏了 29天前 成交量非常的惨 非常的惨 几乎没有什么成交量 但是也是Jogag Jogag 看Jogag他有三套 现在是 对 Capital Z一套 还有 等等 我们就不看 那 想要说什么呢 他那个最近的Capital Z 过了六个月 开图了 开图之后呢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你看这两张图有区别吗 我是看不出对吧 有任何的区别 然后这三个女的有区别 我也看不出什么区别 对吧 就开出来的图就是 就换个皮肤对吧 都是一套模板 没有任何的亮点 没有任何的亮点 像这种图 现在Capital Z也值五个一套 也值五个一套 那就 我也没什么好说 五点三四个一套 真的是 不知道 在搞什么 反正 确实啊 整个 NFT 没有良心作品 没有良心作品 这个是他们的Capital Z的开图 对吧 想吐槽一下 也想吐槽一下 好 那如果你看到这儿 我们给大家一个福利呢 最新的福利呢 就是在Camblott上面的Launchpad Launchpad现在正在ongoing 这 对啊 ongoing ongoing的这个叫做radio auction 那radio呢 是一个策略池 策略池 那我看了一下radio 我也玩了一下 radio是个策略池 如果你们知道之前什么 Alpha Homora Alpha Finance 对吧 有点类似 有像之前还有Binance Marching 上的什么Alpaca这种 对吧 就草泥马这种项目 就有点类似啊 就是 你有两个角色 一个角色呢 是提供流动性 比如说 对吧 你提供USDC 在这 你提供USDC进去 给他USDC 现在年化不错 65% 提供经济之后呢 别人可以去借 借的人呢 就可以去发 对吧 就是这个叫带杠杆的极枪池 带杠杆的策略池 或者极枪池 我现在试了一下 这个GLP 对吧 我放了4块钱 对吧 然后借了30块钱 其实我放了5个USDC 然后借了30块钱 那就变成了34.83 对吧 我是做一下测试 对目前是亏的 对吧 目前是亏的 那GLP跌的话就亏了 如果涨的话 它的年化就很高 因为你借了很多 你借了很多 对吧 借了很多 你现在借款的利率是 是多少 没写 借款利率应该不会很高 反正是3.27嘛 4.57对吧 你借款利率是4.57 所以应该不是特别高 那为什么这边65.1呢 当然它会给你它自己的token 自己的token价值 所以它的年化就变高了 这是这样的一个项目 对吧 大家可以有兴趣吧 可以去尝试一下 目前呢 我简单看了一下 我觉得这项目还可以 对吧 不能说特别牛逼 但是如果它能够把它做起来 还是不错的 它有一些新的发明 就是什么GLP啊 什么pando啊 对吧 traderjoe啊 camlet啊 有些可以用机枪池的方式呢 去在这上面去挖矿 有些策略机枪池 有些年化特别高 比如说这个以太和USDC 在traderjoe上面有187% 对吧 它策略在这 对吧 把你的钱呢 放入traderjoe v2这个池子里面 对吧 然后feats呢 它会自己的autocompound去LP 什么deposit呢 将会是bugbinabove andbugbinbelow 对吧 然后rebalance every time it goes out of range 这个能不能赚钱 就打问好了 对吧 能不能赚钱就打问好 像这种池子的strategy 最好就是它不要动 它不要动 动的意思吧 就是它不要有波动 对吧 在crypto是波动很大 一下子出去了 对吧 那你要把你的币全部卖掉 对吧 再一半一半的放进去 然后又是bug 对吧 所以很难说 这个很难说 像这种traderjoe这种挺难说的 看不清楚 对吧 但是像这种什么 像这种就比较简单 eth usdc就比较简单 这个是uniswore v2这种模式 对吧 这个就没什么 还有 对啊 像这个sushi就没亮 就很惨 很惨 这边71也是非常牛逼了 其实 也是非常牛逼了 好 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 对吧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个人觉得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 毕竟 他一开始的 他说他的 circulation market cap 一开始才就100万 对吧 但是他要融很多钱 他要融120万 最高是一毛钱一个 最高是一毛钱一个 对 一开始的circulation的话 就这100万 market cap 然后fdv呢 是1000万 还有最后的四个小时 如果你看到这的话 那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当然 这里面 最最关键呢 还是是不是会有bug smart contraband bug 但是他是audited audited过的 他是审计过的 审计过的 审计方呢 也不是特不formally 还可以对吧 就一家审计方 没有有很多的审计方 那我们还是拭目以待吧 拭目以待 行 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的 感谢大家 我们看到了pando的疯狂暴涨 对吧 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其他的nft的暴跌 对吧 包括这个 capitan z 揭开之后 特别难看的 我是觉得特别难看 还有azuki 他遭到了报应 最后呢 我们也讲了一个新的 可能有时带来四五倍 甚至十倍 十倍比较难的 四五倍的一个回报的项目 这个项目呢 叫做radio finance radio finance 好 那我们今天这视频就做到这 感谢大家关注 我们下期 下期视频见 peace